为了避免发生肺炎的群聚感染 预理警分局从27号开始 所辖三个乡镇16个分驻派出所主管会议 要全面视讯化 透过视讯方式召开会议 以分散风险减少交叉感染机会 为了应应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 警察机关是治安第一线人员 为了避免发生群聚感染 预理分局27号其所辖三乡镇 16个分驻派出所主管会议 全面视讯化 透过视讯方式召开会议 以分散风险减少交叉感染的几率 升级防疫作为以维护同仁的健康安全 所以本分局利用两周的时间 请资讯同仁下载视讯的一些软体 经过分析以后 然后给各单位主管和副主管 来同步来练习 那在今天正式的来上线 预理分局所辖幅员广大 最北春日 最南是永丰 偏远山区是清水检查哨 往返耗费较多时间 因此在时间或是效率上 都会有许多不必要的延宕 辖内如果发生重大或是紧急事故 需要及时应应处理 可以及时借由视讯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立即掌握治安事故状况 妥实一变 那因为本分局的辖区非常的广大 如果各所有发生重大的治安事故 或者是交通事故 或者是其他的天灾变故的时候 可以及时利用视讯的方式 将现场的状况传回到本分局 那本分局也可以立即召开紧急应变小组 来针对这个状况立即来做处置 本局长李玉腾说 防疫超前部署 疫情期间治安交通不断线 减少各场域人员接触互动 以防止人员互相接触染疫 期盼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以确保同人以及民众的健康安全无余 记者高双双玉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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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